林國城議員、黃浩議員、缺建築師、里長 這個不依依稱呼 謝謝大家來參加這個景州社會住宅開工典禮 政治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所以其實太多的口水戰 還不如真的就很認真的來做我們每天該做的事情 包括這個社會住宅 我們今天開工的中山區景州社會住宅 它是一個地地面積有到5200平方公尺 蓋完的時候是地下四層、地上二十層 總共工程費要22億 完工的話有387戶 完工日期已經是112年 所以從現在開始 所有開工的社會住宅都是下一任市長完工 但是我們還是繼續做 因為這種城市的建設是一棒接一棒 只要是該做的,我們都一步一步的會去做 那我們的社會住宅還是一樣 有四大主軸、四大目標 第一個當然是解決居住正義 就是說政府一下子沒有辦法每個人買得起房子 最起碼讓年輕人租得起房子 而且是一個有品質的房子 所以它是一個解決高房租高房價 居住正義的一個目標 再來是城市美學 因為事實上我們在後來蓋公宅的要求 蓋得漂亮 不能蓋成像火柴盒一樣 另外一個我們也利用這種公共建設 拉動我們產業發展 特別是智慧建築產業 那最重要的是 過去的社會住宅 大家不會把它當作靈畢設施 只是因為對整個社區沒有好處 所以我們在蓋社會住宅的時候 特別強調一個叫做社會營造 所以將來我們這個錦座社會住宅完工的話 除了老人活動聚典 居民活動中心 還有這個非靈畢幼稚園 還有這個公共托育家園 也就是從這個零到二歲的 二到六歲的 還有這個老人 全部都包括進去 還包括了居民活動中心 那甚至這個田園城市 也會把這個概念帶進來 所以一個社會住宅 它是有多方多方多面向的目的 那也我們特別強調品質 所以剛才這個 我們的總工也有講 我們蓋的社會住宅 都要達到智慧建築 無障礙 還有這個綠建築 甚至耐震 這四大標章都要達到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這個我們有最專業的廠商 你知道齁 包括這個缺和平建築師 事務所 還有我們的耐震監督廠商 是聚伯估有限公司 那施工是有 統營營造股估有限公司 跟特新基電股有限公司 那由這些團隊來承擔這個工程 那希望在這個工程團隊 與事務團隊共同努力之下 我們早日把這個高品質的社會住宅可以完工 那事實上我站在這裡看 你知道齁 這個這一棟這一棟 看起來就需要都更的樣子 你知道齁 所以 所以我知道 如果我們都有預留這個 退縮地 你知道齁 那也希望說這個社會住宅在興建過程當中 可以帶動齁這些都更的進行 這是最大的目標 那最後感謝議會齁 對我們這個社會住宅的提供 在預算他都讓我們可以 用足夠的預算齁 來推動這個工程 那最後謝謝我們在地裡的這個 聖聖旅 聖旅 蘇議長跟李明的支持跟協助 這是在中山區的第一個社會住宅 我也希望說蓋好的時候 有區別活動中心 有偷合所 有幼稚園 甚至這個老人活動中心 我相信 居民會 我們這個社區的居民會感謝 另外這個 需要杜更的 也拜託里長 可以康康 大家來趕快把這個杜更做起來 那剩下就是 祈求這個開工順利 那也拜託施工團隊的努力 好 謝謝大家